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日的主題是關於兩類類型電影 懷舊電影和重拍電影 最近出現不少懷舊和重拍電影 以香港影壇為例 出現懷舊類型電影 包括《建修黑玫瑰》 《鬼馬牆上曲》 《一路借》 《無敵金金剛》 其實為何突然流行懷舊電影 其實是否很流行 我覺得這些電影是因為有些大明星 才會飄放好或飄放不好 不是因為他們的題材是懷舊或非懷舊 我覺得現在看電影 觀眾都是很年輕的觀眾 所以很多這些人都不知道是懷舊的 他們覺得很新鮮 他們去看《雄雄》 因為他們的髮型 或者他們覺得很羨慕 或者他們覺得日本式 他們都不知道是四十年前的髮型 我都不知道在戲院看這些觀眾 是否知道是懷舊 韋豐 你覺得呢 其實近年的趨勢 或者近段 可能《鬼馬牆上曲》 是因為沙士之後 那段時間大家都很不開心 所以導演可能想著為社會帶來一些氣氛 或者我們香港最好景的一段時間 可能就是電影片段裏面 經常表達那種氣氛 或者那個時代 大家一起去懷念 《鬼馬牆上曲》 其實在電視上 那時一直播放關於沙士的一個廣告 都是《鬼馬牆上曲》那種資料 有林阿珍 也有《鬼馬牆上曲》去觀問 或者因為這個廣告 鼓勵香港人的廣告的翻譯這麼好 他們覺得可以拍成一部電影 其實我覺得《鬼馬牆上曲》拍得相當成功 如果跟《劍執黑玫瑰》來比較 所以我覺得要看一下電影人 拍這部電影的人的動機是什麼 是懷舊還是商業 當然懷舊和商業都可以在一起 在一起 沒錯 有個說法說 經濟不好 那些人就喜歡懷舊 這個說法對不對 如果你想起三十年前的事 雖然或者三十年前都是很苦 但是因為你年紀都不大的時候 有很多希望 所以你會覺得以前是比現在好 其實現在比以前好很多 不過我覺得其實電影的題材 始終變化不會太多 永遠都是拿回舊的元素去重新包裝 再推出 所以我覺得其實不斷以來 我們有很多電影 其實都有很多懷舊元素 不過我們不知不覺地 就覺得近來 可能真真正正的把以前的戲名 簡直不改了 加個新字就算了 我們就覺得好像舊平新酒 其實我覺得不斷以來 就算片名不是不了情 或者黑玫瑰之類 其實他們可能不經意地 它本身已經是一個懷舊元素 很濃厚地在裡面 而是拍出來我們看完之後 正如我跟阿波說的 現在年輕人比較多 大家最吸引他們 是在這個明星那裡 已經不會再想那套戲 到底我以前有沒有看過 分分鐘看這套新戲 可以令他們看回舊戲也不頂 所以年輕人看《鬼魔抗神曲》 或者他們之前聽過林馬珍 但也不清楚林馬珍是誰 所以張柏智其實做得很好 但他們也不會像張柏智的林馬珍 和蘇芳芳的林馬珍比較 因為他們直接不知道 或者劉青雲做《鬼魔抗神曲》 其實做得很精彩 劉青雲做得不錯 我想他每一個演員 其實做之前 我看得出他們 真的經過很多詳細的研究 拿回以前的帶子 大家去做一些參考 特別是劉青雲 我覺得很出色 反而這些戲如果票房好的話 真的會引起一種新的處理 就是懷舊的處理 是因為第三戲的票房好 但是其實目前為止 好像沒有一套廣唱片的票房 真的很厲害 除了無間道之外 這些戲可以說是很小的處理 也不是很大的處理 或者我們說說重拍電影 最近這幾年出現的重拍電影 比如說《王飛鴻》 《梁山拍竹鷹》 《上海灘》 這些都是入於重拍電影 但其實我覺得香港電影歷史 都會一直都有這種提出 如果是西方 都是《羅米歐》和《羅米歐》和《羅米歐》 《羅米歐》和《羅米歐》會拍很多次 《江產片》和《中國電影》 都是拍《紅樓夢》 或者《梁山八月》的主演台 香港一定… 黃飛鴻 尤其是十年前 是黃飛鴻的新處理最旺 一年都會有《聖夢》做黃飛鴻 有《譚文論》做黃飛鴻 有《李蓮潔》做黃飛鴻 有朱文翠做黃飛鴻 所以我覺得這些處理一直都有 因為香港 我覺得跟荷里活一樣 都是缺乏好劇本 所以一定要融化之前 很成功的電影劇本 電影的題材可以再拍再拍再拍 所以為何金融、古龍等小說 我想不夠將來 很快我們又會看到一套 新的《書劍欣仇錄》 新的《神雕俠女》 只不過用不同的最新演員 再包裝再配搭 但觀眾在看這些重拍電影的時候 會不會被一些 幾十年前拍攝的那套 人物定型 而影響欣賞最新重拍這套電影? 這件事我覺得在電視劇裡面很影響 但電影方面反而覺得很獨立 電視劇我覺得 你看回以往 電視劇曾經做過劇集 再重新再拍 找一些新的電視藝員 我們就很容易被以前 舊的角色所影響 無論是《六頂記》之類 有時好像《不了情》和《新不了情》 或者只是感覺一樣 但劇情完全不同 名字都很相似 但《二東星》拍的新《新不了情》 其實跟之前《不了情》的劇情不同 但也有一種浪漫的感覺 那種味道 女主角也是患了絕症 男主角那種困局 很多報局 很多方面是和舊的《不了情》 是有互相的呼應 因為加上也有《風寶寶》 雖然《風寶寶》 沒有在第一個《不了情》出現 但人們都知道她在四十年前 都是拍攝了 所以也有一種很懷舊的感覺 不如我們嘗試選擇 在最近出現的一些懷舊和重拍電影裏 兩位選不選到一些你比較喜歡的作品 《不了情》 雖然《不了情》 就是《不了情》裏的首歌的名字 雖然《不了情》和《不了情》的關係不大 但也有一種六十年代文藝片的感覺 還有我覺得所表達的感情 就是夫之女或者女子之子的感情 都很相似六十年代那些戲 所以我覺得《二東星》拍《不了情》 都是很出色的 維鋒呢 其實我大坦地說 近來我未見到一部比較好的《不了情》 《不了情》 《不了情》 可能要說到《英雄不滿色》 就是《英雄不滿色》 跟當年謝賢那套比較 我覺得完全脫胎換骨 吳宇森做得很好 在我們第一部份完結之前 都想跟大家介紹一下 一位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演員 他就是我們今屆金子經獎 終身成就獎的得主謝賢先生 很多謝大坦給這個獎項 今天大會已經把我的年齡報道出來了 我又不想不早去看我這個《生果金》 我還想在演藝界裡 創下謝賢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 謝謝 謝賢 原名謝嘉玉 廣東判儒人 百兄弟姊妹之中排第四 在無心插樓的情況之下 入行的四哥 至今已經在影壇壓立了五十年 六十年代 年長一輩的華南工作者 譬如如吳楚帆 將英 張活柔等等已經步入了中年 青年小新的角色 就由當門的謝賢接力 這個機會 令他順積紅遍東南亞 以至美嘉 影迷王子的美語不敬而走 由於語片 連同愛謝 以及後期拍攝的國語片來計 謝賢總共拍了接近二百部電影之多 近年 仍然經常以換票性質 客串演出的謝賢 致命享樂主義掛稅 我想問一下 你做了半身的戲 到底有什麼感受呢 從電影的歷程來說 都沒有什麼感受 因為我是忠於我的工作 所以我盡量去表現我的工作 每一個部份 現在的影藝事業 應該是一片光明的 因為起碼我們可以進入大陸發展 以及荷里胡又看了我們香港很多演員 甚至導演 所以我也期望香港的電影事業可以打盡世界 總之踏入了這個舞台 就不要回去 一定要向前走 飛林的速度每秒24格 到底為什麼一定要24格 到底是誰決定的呢 其實答案就是你和我的眼睛 人類的眼睛是有視覺殘留特殊功能的 而這個特殊功能就是因為視覺暫停而產生 我們看東西的時候 無論物體是否仍然停留在原位都好 這個影像只能夠保持24分之1秒 過了這個時間 影像就會自動消失 所以為什麼呢 飛林的速度是要保持在每秒24格 相信現在大家都很清楚了 我們回到節目的第二部份 這部份我們主要講講電影節 對三位以故藝人的懷念特輯 有兩位是去年剛剛去世的 就是張國榮、梅艷芳 還有一位是已經離開了我們有一段日子的臨代 張國榮和梅艷芳 韋豐你對他們兩位的印象怎樣 可不可以跟他們分享一下 其實梅艷芳和張國榮 其實真的不用多介紹 他是香港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的巨星 無論是真的可以叫做歌而優質演 他留給我們很多很多不同的回憶 和不同的電影 我自己本身覺得 不如先講張國榮 張國榮其實是很有女性化的感覺 但亦要拍一些比較陽光色彩的電影 或者是朝氣勃勃的電影 亦相當不錯 打從他由寧母可樂 或者最初最初出道的戲開始 我們都覺得看著他成長 也陪著香港人成長 你會發覺張國榮特別是 我覺得他電影的高峰期 是霸王別己的時候 他演得相當張國的角色絲絲入球 還有變化多端的 變化多端的 很多不同時期 他的人物性格也很立體化 你會不會覺得 因為有時我覺得 張國榮最成功的角色 或者角色的性格跟他差不多 例如是霸王別己 像春光榨市那些戲 因為我覺得尤其是後來 近五、六年的戲 我覺得真的 可以說是越來越差 如果不賴慕 但如果你看到80年代 90年代 90年代初期 他最成功的角色很自然 但我覺得自然性越來越少 你會不會有衷感 對,會 所以你剛才說的 他做回自己是最出色的 他最出色的就是 讓人感覺到很荒蕩 很不羈的性格 所以剛才說的 跟不太好的戲 他都沒有放進去 電影節很會選戲 對 其實張國榮有一個特別 就是跟梅遠芳很多時候 有合作機會 很可惜去年梅遠芳 差不多是去年離開了我們 但最值得懷緬的 如果要我選擇 他們兩位一起合作的 我覺得是燕子球 燕子球其實是相當出色的 尤其是他們兩個人的部分 我覺得燕子球的現代部分 就是孟知良和朱博言 沒有那麼成功 沒有梅遠芳和張國人一起 那些條件去得比較堆砌 還有比較老身上談 所以梅遠芳 有時候我覺得在電影中 都有點頂著型 因為他穿過旗袍 他是文綽時代的人物 相當出色 但其實我覺得他的演技 是比較廣 因為他演出現代喜劇 都很成功 或者他演出普通女人的角色 都很成功 特別受傷女人 我覺得他的名字 八變梅艷芳 當然比較多是說他唱歌 但其實演戲 他都是相當八變的 他演的角色 例如《男人四十》裡面 那種角色 我覺得他跟張學友的對答 配搭相當不錯 但很多時候我去看梅遠芳的戲 我覺得很可惜 好像他是配角不是主角 雖然他的名字 排名第一或者第二 但其實他的角色 我覺得不夠大 例如《男人四十》 《放心假期》 這套戲 我覺得他的表現 其實很出色 像劉德華那套戲 《條毛》 其實他的角色 可以說不關於的角色 比他更重要 但我覺得梅遠芳 他的《條毛》 和他的角色 都挺好的 有些機會發揮 所以電影是一個團隊 我覺得不單靠自己本身的努力 可能其他部份 都會導致他未必那麼突出 如果讓兩位選一套電影出來 一定要你選一套 我選了 我剛才選了就是《燕子球》 應該是《燕子球》 但張國榮我都可以選 《黃鐵別姬》 《黃鐵別姬》 和《春光榨蝕》 《春光榨蝕》 你覺得好 韋豐覺得呢 我也是覺得《燕子球》 《春光榨蝕》 就是這樣 我覺得張國榮 我認為好那些 全部就是跟著他個人 真人的性格 去演繹的角色 就是特別好 所以這幾套都是不分公下 但如果真是說 又要懷面張國榮 又要埋面梅遠芳的話 《燕子球》 我認為唯一套是可以 電堂級的 如果說另一位 跟剛才說 你開了我們一段時間 演員林黛 林黛 我知道Paul 你很喜歡林黛 對嗎 因為我喜歡香港電影歷史 所以林黛 當然是電影歷史 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因為他死了在1964年 都是自殺死 但他是由53年 第一套戲開始 18歲那時候 一直12年 都是香港國語片 最大的 最紅的 裡面 拿了四屆的 亞洲影展的影后 而且他都做那些文座的戲 或者黃莓調 或者現代的戲劇 都挺出色的 所以我 所以我 真是很高興的 電影節 都會有他五套戲 因為 我估計很多人 很多人 都真的沒有機會看他的戲 因為 這些戲 或者二、三十年 都沒有機會在電視上看 就是近兩、三年 很多小事的戲 還有電貿的戲 陸續出DVD 所以有機會 但是在大銀幕看 真是很難得的機會 我想問阿波 你喜歡他 現代的打扮 還是古裝打扮 都看 有些人覺得 其實他不是這麼出色的演員 但是我 我不同意 我覺得看導演是怎樣 和劇本是怎樣 是江山美人 是黃莓調 我覺得他都挺出色 但如果是現代 好像是不了情 都挺出色的 所以我覺得兩人都可以 但是我最喜歡看他做戲劇 在江山美人 他本身其實不是一個 戲曲底的演員 但是你看他的新段 那些舞蹈 兩個方面都是好的 好了 在我們的節目 就來完之前 不如聽聽兩位的意見 對今次電影節 你選擇了五部和林黛 演出的電影 兩位喜歡哪一部 其實有兩部電影 我還沒看過 我很想看 因為我喜歡 荷里活式的歌舞片 一部就是千雕百味 和花團感觸 我等了很久 很開心可以在大音樂看 這兩部電影 我覺得挺有趣的 因為有四部都是古裝片 第一部叫花團感觸 所以我比較喜歡這部電影 不是古裝的 這部電影不是古裝 所以有四部電影 其他都是雕時馬 都是古裝 唯獨四這部電影 我喜歡現代造型 很漂亮 當時代背景很出色 所以我會選擇這部電影 我很喜歡黃昭君 有很多儀式回憶 我那時候很小 就入電影看黃昭君 那些歌 小時候都會唱 我都很希望 在大音樂再看一次黃昭君 好了 我們今集的時間都差不多了 我們下星期同樣時間再見 但一天 不思考 這不思考 是 是 你會在我或她 因為你會在我 因為你會在我 我來我 我來你 我來你 這問題是 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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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忘記了 早上 明明 曳 從 隨時 你會很容忍 的 額 遍 我 你 你 一 什麼 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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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她停止,就讓她 pet you and look cute OK,來她來, smile Why is she not slowing down? Uh-oh Oh, no! That didn't work Drew Barrymore Pretend you're attacking me so she pulls over What do you think you're doing? Coming over here,taking our pineapple Help me,please I'm hitting your big ass Oh! Wow Ah! Enough!Enough! Are you okay? Yes, yes! OK,I'll be right back Hey,Come over! 50 First Dates We knew a number of expeditions had failed on it So we knew it was hard At some point you're gonna have to rely wholly on your partner I didn't really know what I was letting myself in for We just lost control We just lost control I just felt it was best to get as far away as possible I was just convinced He was dead As soon as I saw it I knew it had been cut I thought this is it This is as far as This game goes I thought this is it I got to tell you ITHI EN いき conditio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